一场热血沸腾的舞蹈表演总是让人目不转睛 要成为一名职业舞者更是要花许多时间培养舞技以及表演经验 人家说排上一分钟排下十年功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IP舞蹈工作室来跟我们说明职业舞者的工作内容 哈喽大家好我是IP舞蹈教室的洪洪老师 那舞蹈产业现在跟十年前相较之下 其实有稍嫌薄弱一点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现在小指化的关系 大家升得少所以我们的学生量当然相对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但是也因为国外有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艺人团体 例如像韩国的Big Band啊 然后早期的Super Junior这些啊 那这些相对对台湾的一些年轻族群是有相对的影响性 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会看到这些艺人 然后他们都会有身怀绝技 就是会有一些舞蹈的一些动作 然后搭配他们的演出 所以这些影响力其实对我们的舞蹈产业 其实还是有相对的帮助性 现在我们常常会在路上看到一些街舞的比赛 这个会常有因为像政府单位或者是舞蹈教室 或者是一般的 比如说像公司的年度尾牙 他们都会办一些舞蹈比赛 所以相对的我们的工作机会就会相对变得比较高 所以在这个产业的评估之下我觉得它是有潜力的 有被发挥的空间 IP舞蹈教室已经成立了13年了 那最早期我们成立的一个出发点是活动行销公司 当初我跟几个朋友就是觉得 这个活动方面的执行能力 其实我们对接案跟执行能力其实还蛮拿手的 所以一开始就以活动行销公司做出发点 因为在活动的过程中也会牵扯到舞蹈类型的演出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学生族群来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转向变成舞蹈工作室 在我们舞蹈工作室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有培育出很多很优秀的老师 那我们会将这些老师推到国外去做一些比赛 所以我们舞蹈教室在全世界也有拿到一些冠军 就是世界冠军的比赛 所以我们也会一直延续着培育新生代更优秀的舞者来加入我们 然后这也是我们成立工作室最主要的宗旨 Hello 大家好 我是IP舞蹈教室的老师 我叫做花爷 然后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舞蹈老师 就是一刚开始可能成为舞蹈老师的时候 会是到工作室 然后会有一些代课的机会 那可能慢慢慢慢慢慢培养出一些自己的学生群的时候 舞蹈老师的老板 他可能也会慢慢找你开课 然后去工作室教一些常态课 那一刚开始其实 其实常态课的内容其实一刚开始非常简单 就是你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热身 然后跟一些你学的style的基础练习 那再来就是可能会依照你当天选的一些歌曲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编排 那其实我觉得常态课 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 因为其实来上课的学生 他其实年龄层蛮广的 可能会有小朋友啊 或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可能高中生大学生 那可能会到上班族 因为他们可能第一次来上课 或者是来过几次 让他们放开一点去学跳舞 我觉得蛮重要的 不会感觉对他们来说就只是 老师教动作然后你学而已 因为其实大家来上课的时候 都会比较拘谨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打开他们的心胸 让他们去放开自己表演舞蹈 然后在课堂上面学习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透过工作室的教课 然后会慢慢往后面衍生 因为可能学生他们在大学上面或者是高中 然后会想要试看看 因为可能在常态课教的时候 觉得这个老师教学很棒 然后就会有机会找你去他们的学校 当乐舞社指导老师这样子 那其实在里面的教学方式 会跟常态课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会再多一些东西 就像是你可能要帮他们剪辑一些音乐 然后帮他们做一些队型的编排 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发表会 因为他一支舞通常大家比较接触 比较熟悉应该说是大概三分钟左右的表演 那因为三分钟 所以他的细节 跟整个的细腻度跟难度 其实都会提升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其实我觉得 就要跟他们一直不断的一些练习 然后让他们越来越习惯这样的方式 因为其实舞蹈记忆 我觉得也蛮重要 因为一般我们记忆力应该是都没问题 只是在舞蹈这一块 他要边记边跳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要花比较多时间跟他做沟通跟练习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常在电视节目上 或者是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艺人的一些表演 那其实我们老师也会很常跟艺人做一些排练 内容通常都是我们的编舞者或者是舞蹈老师 那我们先去把舞蹈做一个可能 maybe八九分的完成度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艺人再加入跟我们大家的老师 一起做排练 因为其实这样的效率上也会快非常非常非常多 艺人他们不一定有学过跳舞 我觉得比较难一点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用舞蹈表现他们自己 然后跟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他会有那个表演感跟那个魅力感 那那些东西其实是对完全没接触过跳舞会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在这个教的过程上面 我们就会一直跟艺人不断的练习 所以其实跟他们练习不会是只有练习动作啊 或者是整个队形的编排 一直不断提醒他说你的表演感跟你的魅力感 在那个节目上会其实会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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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那最后就是其实你跳舞可能跳到一个年姿以后 那可能会透过一些朋友啊或者是比赛活动 可能会接到一些相关的评审 那其实就是在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想法上面 在评审的时候给予自己的一些意见 或者是有觉得什么他们缺少的东西 可以给他们一些不错的方向 你必须让他们讲到他们大概理解你在讲什么 而不是完全用自己的方式去讲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舞蹈老师跟一般大家比较熟悉 比较习惯的上班的内容跟那个方式会点不太一样 那其实舞蹈老师的时间上面的自由度 会稍微高一点点 那只是你要自己怎么去做一些调配 不管是跟前面讲到跟艺人他们的排练啊 或者是你去各个高中或大学教课 那其实学生也有学生的时间 所以其实你要试着让自己的时间跟他们做一些调整 那接下来再去应用一下自己剩余的时间 加强自己的一些武艺啊 或者是健身 让自己体态看起来更好 大概是这样 第一 我觉得他需要一个热忱 那所谓热忱 你要非常喜欢音乐 喜欢舞蹈 就是你非常喜欢上舞台表演的感觉 这个热忱是要一直保持下去 它才是前进的动力 那第二个要点就是我觉得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在学习舞蹈的每一个过程当中 你会很努力的去练习你的基础动作 也许是排舞或者是一些你的solo的能力 那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努力 就是你要非常努力才有办法去超越别人 然后更能够凸显自己 那最后一个就是人际关系 那所谓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一个方法 然后跟一个就是和谐peace的一个感觉 如果当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那也许会因为这一层关系 你可能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 其实我刚开始在当舞蹈老师的时候 我好紧张 我记得我在教第一堂课 在工作室 在教第一堂常态课的时候 紧张到完全讲不出话来 可是呢还是要拎起来 让自己像成为一个老师的样子 当我带绿洞带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突然卡住的时候 然后学生就干在那边等我的时候 哇那时候实在太尴尬了 我就开始发觉 其实各种实况实境来讲 你用想象是没有办法去学习的 所以你只能边做边学 帮前辈带课 帮你在教堂课 或是教自己社团学弟妹 或是跟自己朋友在玩乐的时候 在互相练舞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一直要去练习 怎么讲话 跟怎么去让学生明白 你这个动作想表达的含义什么 甚至更细一点可以讲到 动作方面的分解 在教学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开心的地方是 当你课堂上你的学生 因为你教的拍舞他开心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跟上你教的动作 拍子甚至音乐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成就感 因为你会觉得你的舞蹈感染了他们 然后他们因为你而喜欢跳 不管是个人的训练 还是大家在一起团体的生活 我想强调一点是 我们比赛虽然我们有很好的名次跟成绩 大家看我们很像很活跃 可是我们平常都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除了练习之外 还有就是生活 而大家生活在一起久了之后 比赛当中跳舞拍舞的时候 眼神的互动 都可以给对方能量 会让我们彼此产生很多很多这样 像我们感觉就像是一个团队 团体比赛真的还蛮 又辛苦又快乐 因为当比赛最后宣布冠军 IPLockers的时候 哇 那个你心里的期待 你会觉得你之前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 我们一直提倡的 努力比结果重要 因为努力之后 不管有没有结果没有关系 但至少你努力的过程 像个冠军的样子 舞蹈这个行业我觉得 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要克服自己 先天的协调性 还有你时间的分配 甚至各种环境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肯跳舞的孩子 就是肯吃苦的孩子 对我来讲 因为我很喜欢跳舞很快乐 我也想让你感受到我的快乐 我还蛮喜欢教学 而且我喜欢看到 学生连送的笑容 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鼓励 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把我的兴趣当成工作 那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特质 那每个人都有他不可被取代的一面 当你发现你有这个天赋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埋没自己 然后把自己擅长的东西释放出来 也欢迎所有喜欢舞蹈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加入我们IP舞蹈工作室